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兰花 我们养兰花,最重要的就是想看到兰花开花 那么想要让兰花开花,就一定要给它做好低温春花 低温春花做好了,这个兰花的花才会开得更多 而且花品更高 那么如何做好低温春花呢? 兰花低温春花就是用低温四季的一个原理 让兰花它处于低温环境中一段时间 让它从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 这样兰花开的花才会更多,更漂亮 那么我们应该什么时候给它做好低温春花 应该怎么低温春花呢? 我们选择低温春花的时间 最好就是在它开始长芽 或者是刚开始长出花苞的时候 大概有两三厘米高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做好低温春花 而低温春花的温度最好就是保持在两度到五度之间 这样才更适应兰花的生长 而低温春花的时间最好就是控制在一个月左右 这样兰花它开的花就会特别的漂亮 而且花香也是特别的浓郁 但是在低温春花期间我们的养护也一定不能够省略了 我们在低温春花期间应该最少就是少浇点水 然后增加它的昼夜温差 可以给它施一点肥 施肥的时候可以用上磷霜二青甲这种磷甲肥 可以把它稀释一千倍 然后交灌给兰花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让兰花它的盆土处于酸性环境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磷甲肥这个水里面 可以给它加上一点点石醋或者是米醋 然后这样子兰花它的盆土就会处于一种非常适合它生长的微酸性环境 那么它开的花椰品质才能更高 花香更加的浓郁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